得知我妈出事的消息后,我晕倒被送进了医院,当我醒来时,耳边传来了两个噩耗。 首先,意外出车祸的我妈还在急诊室里抢救。 其次,我昏倒后流产,怀孕五个月的孩子没了,把这个噩耗告知我的人,是我的婆婆和我家的保姆,莉姐。 两个人喋喋不休,唾沫心子横飞,听得我大惊失色。 婷婷,你是没看见呀,我看医生推着那团东西出来的时候,她还动着呢,小胳膊小腿的,都长齐全了,莉姐边说边手舞足蹈地模仿着。 我去问医生了,果然就是一个女娃,我就跟你说了,我看得准吧,还好我孙子保住了,婷婷呀,不是我说你,你当初就该听我的,早早地把她留了,今天也不用受这种大罪了。 婆婆一边叹息一边说着,脸上却溢满了得意的笑。 莉姐抢过话头说,婷婷,我刚才又去急就是看了,看样子你妈是够呛了。 要我说啊,她就算是被抢救过来,也没什么好活的了,还不如一了百了呢? 我的心带低血,每一口呼吸和心跳都是痛的。 台山倒海的悲痛,像山石一样,将我击垮,泪水向绝地的洪水涌了出来。 不过片刻间,我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昨晚我妈还打电话跟我说,今天晚上约我吃饭,有事对我说,谁知今天她就…… 而且,我遗传了我妈的男人体质,结婚几年来,看了不少医生,吃了不少药,这才好不容易怀上了。 谁知,这个孩子竟然还是和我没有缘分。 妈,我用尽全力嘶吼着,并挣扎着试图站起来,我想去抢救是看一眼我妈,哪怕只看一眼,可是我没有力气坐起来。 婆婆把我按在病床上,说我一定要养好身体,尽快在怀上,让她快点抱上大胖孙子,最好能让她似是同堂。 我心里难受得很,只能咬着被子痛哭流涕。 我哭了一会儿,就觉得四肢静挛,脸部麻木,连话都不会说了。 婆婆赶紧把医生和护士叫来了。 医生一边给我按摩身体,一边训斥婆婆和丽姐,说不该刺激我伤心动气。 等到我情绪稳定后,我趁着丽姐出去买饭,婆婆上厕所的空档,悄悄下床,想要去急就是看看我妈。 我怎么也没想到,我静在走廊里,看到丽姐跟一个包裹的严严实实的男人,在拐角处悄悄地说着什么,看他们的样子,有点鬼祟。 我竟不知道,丽姐在本市,还有熟人,我赶紧避开去了急诊楼。 刚到手术室,我妈就被护士推出来了,她全身插着各种仪器,手术很成功。 我妈断了两根肋骨,还有脑出血,以及其他一些擦伤,医生说,虽然看着凶险,但是慢慢好起来,应该不会影响正常生活。 看着我妈一脸的伤痕,和紧闭的眼睛,我又忍不住流泪了。 我妈是个理智克制的人,多年来,很少会动火发怒,更不会和人争吵,也从不会和别人抢车道斗气。 那今天的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我妈当时受了什么刺激? 或者是当时,她身体有什么不舒服,我必须弄清楚。 至于我,上周医生运检时还说,宝宝很健康,很壮实,怎么可能因为我一是激动,就流产了?我不明白。 来不及悲伤,我马上给我妈请了个护工。 护工张大姐,一看就是个稳当实在的人。 我用手机当面给她支付了工钱,还嘱咐她,以后让护士给我妈化验一下,看看她身体是否有什么异常。 安排好一切,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她一直不接电话,现在的她大概仍在外地出差。 而我的老公高飞,这几天正在省理培训,今天返回。 当我返回病房,路过医生办公室的时候,恰好从开着的门缝里,看到了高飞。 高飞问,医生,我老婆以后还能生孩子吧? 医生很敷衍,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任何保证的话,那可不好说。 高飞往医生白大挂的大口袋里塞了个红包,恳求地说, 医生,求求你了,跟我交个底吧,我妈就我一个儿子,她不能没有孙子呀。 医生叹了口气,才低声说,那我跟你说了吧,我看了你媳妇的病历,都五个月了, 胎儿本来很健康的,我看她的情况,很可能是由于服用了能导致流产的什么药物, 所以对她身体伤害挺大的,再加上,她本来就是难孕体质, 所以以后到底能不能再次受孕,真的很难说。 我捂着自己的嘴巴,咬着嘴唇,极力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跌跌撞撞地回到了病房。 好在,婆婆和丽姐都不在病房里, 我缩在被窝里,埋起头来,一边悄悄地流泪, 一边回想着刚才高飞和医生的对话。 遭遇到这样的人生大难,与我相爱多年的丈夫, 在回来的第一时间里,不是尽快找到我,安抚我,而是找到医生去摸底。 我的心凉了,医生的话也让我惊讶,我好不容易怀孕了, 怎么可能会吃能导致流产的药,除非我脑袋被门夹了。 我的脑袋快速地飞转,回想着这两天我吃喝的一切东西。 我确定,我没有吃不该吃的东西,我也没有吃药。 那么,那些能引起我流产的药物,是怎么进到我身体里的呢?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有人不想让我顺利生下这个孩子, 而这个人,会是谁呢? 就算再笨,我也知道,这个人应该是我身边的人, 他能轻易地接触到我的饮食,神不知鬼不觉地让我中招。 是我生活中的亲人,还是工作中有竞争关系的同事?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我赶紧擦了擦眼泪,装作睡觉,面向墙壁纳测。 高飞走到我身边,轻轻地拉开被子,叫了我几声,我都没有回应他。 高飞叹了一口气,看着我的后背,像是跟我说话, 又像是自言自语,婷婷,你到底吃了什么药, 你是不想生下我们的孩子吗? 所以要借着你妈出事的时机,趁机留掉他。 难道真像我妈说的那样,其实在心里,你和你妈都一样,一直都瞧不上我。 我的心在低血,我竟被深爱多年的丈夫如此怀疑。 我是有多蠢,会拿自己的身体和孩子,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不爱他,我当年怎么会放弃那么多的追求者, 独独嫁给了一穷二白,乡下还有个寡妇老妈的他。 如果我不爱他,我为什么要怀上他的孩子? 他怎么会这样想我,到底是他脑袋进水了,还是受了什么人的蛊惑? 一会儿,婆婆和丽姐先后进来了。 婆婆一看到高飞,就指着我骂,说我乱跑,害他担心,到处找我, 还说如果我不好好养身体,将来生不了儿子,他是不会让我进高家祖坟的。 高飞劝慧了一番,才把婆婆的火气压下来。 我一直都侧着身体,面对着墙壁,装萌作哑,这时的我,实在没有力气,也没有心气和他计较。 这时,丽姐提着饭菜进来了,婆婆问她怎么这么磨蹭,半天都不肯回来。 丽姐说,她去了医院的食堂,看到那里的饭菜像猪食一样,所以特意去了外面的饭店,转用了半天才买来的。 婆婆大口大口地吃着饭菜,嘴巴不停地发出声响,好像几辈子都没有吃过东西的饿死鬼。 丽丽啊,还是你孝顺,我真是没有白疼你,婆婆一边吃一边说,没准呀,我这辈子就只能指望你了。 高飞不开心地说,妈,我肯定孝顺你,还有婷婷。 婆婆说,快拉倒吧,你连你媳妇都拿不住,还说那大话。 什么时候,你把你媳妇死死地拿捏住了,让她把我像太后老祖宗一样地供着了,再说吧。 等到他们吃完了,婆婆让丽姐先回去了,说她还有话跟高飞交代。 我太累了,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半睡半醒间,我听到了高飞和她妈压低声音的对话。 儿子,婷婷流产是好事,好几个算命的都说了,咱家是三代单传,你命里也只有一个孩子。 婷婷若是生下那个丫头,那我的大孙子要从哪儿来呢? 高飞急躁地说,妈,可是医生说了,婷婷这次流产,以后很可能就不会生了。 怕啥,反正她家就她一个闺女,反正她家有钱,现在不是有那个试管婴儿吗? 她爸妈肯定舍得花钱让她做那个手术的,这次流产,也刚好能错一错婷婷和她妈的锐气,让她们知道,她家的大小姐掉价了。 对了,这次你刚好趁机跟婷婷说,让她把你们那套婚房的房本上,填上你的名字,虽说是你们结婚前她妈买的房子,可是好好的一对夫妻,为啥要这么生分?她的不就是你的? 高飞说,妈,我知道了,只是有些话,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你没必要让让出来,万一让婷婷和她爸妈听到了,那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再说了,现在城里有房有车的大小姐们,眼光都叼着呢,我可不敢保证还有那么好的运气,再碰到像婷婷这么爱我的大小姐了。 婆婆开心地笑了起来,儿子,你放心吧,婷婷她爸妈这辈子,都是在为我们做嫁衣裳,他们挣了钱,最后都要落到咱们手里,我可是敢对你打包票的,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 高飞问,妈,你这是啥意思?婆婆神力地说,天机不可泄露,我的脑袋昏昏沉沉地,眼皮重得很,我想要睁开眼睛,我想要喊出来,当面戳穿婆婆的丑恶面孔,可是却感觉身体被困住了,嘴巴也被缝上了,怎么都动不了。 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鬼压床吧,也许,我应该庆幸这次鬼压床的经历,没有这么早就和他们撕破脸,不然我怎么有机会见到他们更丑陋的嘴脸。 这一夜,高飞在医院里陪我,婆婆也回去了,第二天早上,张大姐对我发消息说,我爸回来了,正在我妈的病房里,对于她的姗姗来迟,我是心酸的,我爸这个生意人, 昨天肯定是在经过了一番权衡后,决定办完了事才回来的。 看得出来,我爸虽然伤心难过,可是却没有特别的悲痛,她头发梳得像往常一样光滑,西服和皮鞋像往常一样光纤。 这就是钱的魅力,它让我爸看起来比她的年龄年轻了不止十岁,我和我爸坐在我妈的病房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忽然,我看到我爸西服的后背上,有一根咖啡色的长发,接着,我闻到我爸的身上,有一种很浅的女人的香水味,我装作给我爸拍头皮的样子,悄悄地捏下了那根长发,并将它藏到我的袖子里。 此刻,我在平静的面容下,心中早就掀起了惊涛骇浪。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心中浮出,我爸出轨了,我妈发现了这个事实后,受了刺激,所以引发了车祸。 或者在更早之前,我妈就发现了,所以她邀约我吃饭,说有事跟我说。 难道她要跟我说的,就是我爸出轨了? 我走出我妈的病房后,整个人都是懵的。 我躲在医院的厕所里,捂着嘴巴哭了很久,直到我的腿都麻了,才出来。 我颤抖着手,拨通了一家私人侦探的电话。 出院那天,高飞上班了,婆婆在医院里陪我。 离开医院前,我特意看了一下我妈,她生命迹象稳定,可是仍没有醒来。 医生说,昏迷是大脑的自我修复,昏迷醒来的时间要因人而异,她也说不准。 婆婆看着沉睡的我妈,扎扎嘴说,婷婷,你说,你妈不会真的也变成植物人了吧? 如果是那样,你说她守着那么多的钱有啥用呢? 吃不了,也花不了,也没有个儿子,你妈呀,命不好,看来她是命中注定要竹篮打水一场空呀。 我气得一边哭,一边哽咽着质问她,妈,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连在病房里,照顾我妈的护工张大姐,都鄙视地翻了她一个白眼。 我特意把张大姐叫出病房,给她塞了个红包,拜托她好好照顾我妈。 张大姐推辞一番,收下了。 我问张大姐,这几天我爸的情况。 张大姐张了张嘴巴,到底说了实话。 婷婷,你爸这几天就来了两次,每次都是看一眼就急匆匆走了。 不过,你爸对医生说了,不管什么药物都用最好的。 我在医院这几年,看得多了,什么样的人都见过,只要啃给钱,啃给治,那就是好人了。 我红着眼眶,点了点头,不得不说,这次意外,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人性。 张大姐悄悄把我妈的化验单塞到我手里,压低声音跟我说,我妈的化验单显示,她的身体有异常。 张大姐说她悄悄咨询过医生,化验结果显示,我妈在车祸前应该吃过什么药,而这种药物会引发一些副作用,比如血压过高,眩晕,心率不齐等。 我的心差点跳出来,我妈才五十出头,虽然忙碌,但是身体挺好的,没有什么病,自然也不用吃什么药。 那个不好的念头再次蹦了出来,我希望私家侦探的消息快点出来,但是我又害怕私家侦探的消息让我承受不住。 回到家,打开房门,我看到了让人诧异的事情。 莉姐在客厅里,一边敷着我的高架面膜,一边听着胎教音乐,一边吃着零食和水果。 客厅的茶几上,摆满了各种零食和水果,和一堆垃圾。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这家的女主人呢? 莉姐吃惊地看着我,瞪了眼睛说,婷婷,你不是下午才回来吗? 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我没气地说,怎么,回我自己的家,我还要跟谁报告一声,刘姐呢? 哦,我今天嘴巴特别馋,特别想喝乌鸡汤,我让刘姐去买了,话说到一半,毕姐就住嘴了。 婆婆,见我脸色不好,赶紧过来打圆场,乌鸡汤好,孕妇喝乌鸡汤最补了。 毕丽娅,你可得守好你肚子里的宝贝儿子,可不能像婷婷那样不争气,怀得赔钱或不说,还得留了。 我气得牙痒痒,我的好婆婆呀,她可真会借花献佛,只派着我花钱雇的保姆,花着我的钱给别人献殷勤。 我真是疑惑了,丽姐到底和婆婆是什么关系。 我真不相信,我婆婆会对一个不怎么相干的人,会有这么多的好心,要知道,我婆婆可不是个有菩萨心肠的人。 当初,在乡下老家住着的婆婆,一听说我怀孕了,就赶紧带着远房亲戚丽姐过来了,说是一起照顾我。 我很反感婆婆的先斩后奏,更不想和亲戚扯上关系,怕出了矛盾不好处理。 见我不开口,婆婆就在我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丽姐的母亲当年对她怎么好,说丽姐的命怎么不好,遇上了一个渣男,好吃懒做,赌博,还成天打她。 说着,婆婆聊起丽姐的衣衫,让我们看丽姐身上的伤痕。 丽姐的身上有不少伤痕,有的是青的,有的是紫的,看得人心惊。 婆婆看我还不肯开口,竟然拉着丽姐一起,当着高飞的面,直接给我下跪了。 我当时就懵了,除了拉他们起来,并答应把丽姐留下来,我还能怎么办? 当天,我就追问高飞,丽姐到底和婆婆是什么关系。 高飞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她也不知道。 她说她从来就不知道,竟然还有丽姐这个亲戚,想来就是八起子,也打不着的亲戚。 不过高飞也说了,有可能以前关系好,后来不走动了,只是她不知道而已。 为了不让高飞为难,我就留下了丽姐。 丽姐留下后,一直表现得很好,勤劳,玛丽,有眼色,会说话,会来世。 只是,丽姐非常注重仪表,甚至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衣服,发型,鞋子,化妆,几乎每个细节,她都很在意。 起初,我还想着,她应该是换了个新环境,想要开启新生活,这未尝不是件好事。 何况,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应该替她开心。 有时候,我会跟高飞开玩笑,丽姐那些行头,应该值不少钱,看来丽姐前些年,日子过得还不错呢,她前夫应该也很会赚钱吧。 现在回想起来,一个长期遭受家暴的女人,竟然一直都打扮得那么精致,那得需要多么强大的心理素质呀。 这样的丽姐,我看不懂了,谁知一个月后,丽姐竟然怀孕了,当我询问她孩子的父亲是谁时,丽姐说不知道。 她说我们夫妻那次带着婆婆出去度假的时候,她一个人觉得无聊就出去看电影了,谁知在回来的路上被人强奸了,她没看清那男人的脸。 我建议丽姐流产,她哭着说,她和前夫生的孩子,听从前夫的蛊惑,不肯认她,她无论如何得生的孩子将来养老,她已经三十多了,以前还因为被前夫家暴意外流产两次,医生说她很难怀孕的,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做妈妈的机会了。 丽姐像上次一样,当着高飞和婆婆的面,给我下跪磕头,请求我收留下他们母子,不然他们就只能死在外面了。 婆婆也跟着哭喊,甚至再次当着高飞的面,又给我跪下了,她说让我开开恩,收留下丽姐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就算是给我肚子里的孩子积德了。 婆婆还说,反正收留下丽姐,不过就是多双筷子的事情,大不了以后,我们吃肉,让丽姐喝汤吃剩饭,就是了。 我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当时就懵了,年轻无畏的我,心一软,就答应下来了。 过后,冷静下来的我,恨不得删自己的脸。 我妈也教训我说,我就是东郭先生,请郎入室,万一丽姐磕着碰着了,她如果有一乐所我,我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无奈的我,值得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另外花高价请了保姆刘姐,毕竟家里同时有两个孕妇,和一个不让人亲近的老太太呢。 谁知,立姐这一住,就是几个月。 时间长了,她倒是把自己当成了这家里的女主人了,动不动就指挥刘姐干着干啊,又矫情又好吃懒做。 那几个月,我大概估计了一下,我家的生活费用增长了两倍。 刘姐有好几次,私下跟我说,她很为难。 刘姐还跟我说,邻居们都在议论我们家呢,说我人傻钱多,早晚要后悔。 这天晚上,刘姐收拾完家务,委婉地跟我说,她家里的老人身体不好了,她做完这个月的,就要回家了。 我还没有开口,我婆婆就嚷起来了,想走就走吧,反正婷婷现在流产了,也用不着花贷价钱雇你了。 离开我们家,谁还会出这么高的价钱,你不就是一个保姆吗,下酒留的东西给你脸了是吧? 刘姐撇了撇嘴,这话说的,好像你多高贵一样,自己几斤几两,还不知道。 婆婆气得要冲过去打刘姐,被高飞拦住了。 第二天,刘姐坚决地走了。 走之前,刘姐拉着我的手,告诫我说,让我千万提防着我婆婆和丽姐,他们两个都不是好东西。 我若是太善良,很可能被别人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我心一惊,刘姐,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刘姐犹豫了半天,才说,婷婷,厉厉肚子里的孩子,她其实知道是谁的种。 我亲耳听到,她跟那个男人打电话了。 我惊得瞪大了眼睛,是谁? 刘姐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她很谨慎。 我望着刘姐远去的背影,心一点一点下沉。 我相信刘姐说的话,丽姐绝对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自然,丽姐肯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比如,丽姐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强迫她的人的吗? 一个多么不爱的女人,才能接受一个强迫自己的男人的孩子呢? 回想着婆婆对丽姐的态度,以及她对丽姐肚子里的孩子的关注, 我不禁道吸了一口冷气。 难道,真如邻居们议论的那样,丽姐怀的,其实是高飞的孩子。 如果真是那样,似乎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我差点没站住,我深吸了一口气,再次拨通了私家侦探的电话, 让她顺便查一下丽姐和她的男人们。 刘姐走后,婆婆负担起照顾我和丽姐的重担。 她开心地在菜市场和家之间,来来回回。 而且,婆婆对丽姐的照顾,反而比她对我的照顾还要情景细致, 好像丽姐肚子里的,就是她的亲孙子,我不禁加深了之前的猜测。 婆婆给我煮那些黑乎乎的,很难问的中药, 说是一直喝下去,将来我就能一胎生难了。 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我怎么可能相信, 而高飞竟然为了讨她妈开心,软硬兼施让我喝下去。 这个妈宝男,那么多年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我对他们阳奉阴违,总是趁着他们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把药倒掉了。 我虽然流产了,但是脑袋没坏。 没两天,高飞因为此前的项目做得很好, 被公司提了经理,工资也几乎翻了一番。 在公司的庆功宴上,高飞喝得鸣鼎大醉。 回到家后,她吐得到处都是脏东西,还又哭又闹。 她将着舌头说,公司的同事们都在背地里嘲笑她, 说她是个软饭男,住着老婆的房子,开着老婆的车子。 婆婆和丽姐赶紧劝我,在房本上写上高飞的名字, 给她一个男人应有的自尊和脸面。 我无奈地笑了,如果一个成熟男人的脸面, 要这样挣回来,那她真的有脸吗? 那房子是我妈买的,我做不了主。 我说完,丢下了仍在沙发上撒泼的高飞,走向了卧室。 婆婆一边指着我骂,一边大哭, 你这个狠心的女人呀,看看你把我儿子都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就这么铁石心肠,难道你是有二心了, 你就没打算和我儿子过一辈子。 高飞含糊不清地说着, 婷婷,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女人, 你一定要给我生的儿子, 你的一切,你爸妈的一切,都是我的,都是我儿子的。 我的心在滴血,她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我不得不怀疑, 当初高飞之所以对我死缠烂打, 就是看上我的家庭, 她这个凤凰男果然就是这么图谋的。 婆婆和丽姐照看着高飞, 好像并不觉得她的话有什么问题, 他们还在指责我,说我不体贴老公。 我关了门,扑倒在床上,悄悄地流泪, 我千条万选的男人, 就是贪图我家财产的凤凰男, 那他之前对我所有的宠爱都是钓鱼的诱儿。 我不禁开始怀疑,难道我看错了人? 因为我一直不肯松口, 在房本上加上高飞的名字, 所以全家人都对我没有好脸色, 包括丽姐。 这天,私家侦探的帅小伙小白, 打电话约我, 说查到了一些东西, 要当面交给我。 在小白的车里, 我看着那些照片和资料, 心越来越冰。 一个是我爸应该就是出轨了, 因为这几个月, 他的个人花销非常大, 而且,他还有几次不正常的开房记录, 和私人会所的出入记录, 完全和公务无关。 因为他出入的那几个场合非常隐蔽, 而且私密性好, 所以没有查出来他出轨的对象。 此外, 我妈出车祸的那辆车, 被人动过刹车, 和其他不紧。 一个是, 丽姐确实是和他老公离婚了。 他老公也确实是个好吃懒做, 又喜欢赌博的男人, 但是却把丽姐捧到手心里, 像姑奶奶一样的供着。 在离婚前, 丽姐一直和多个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 他老公大约也知道, 但是并未制止, 更没有为此和他吵闹过。 甚至, 丽姐在读中学时, 就和一个男老师好上了, 据说还生了个儿子, 送人了。 看了一张张丽姐和不同男人亲热的照片, 我差点吐了, 这样的女人, 手段肯定很高明, 她肚子里的肿, 肯定不简单。 我更加怀疑, 丽姐的孩子, 大约是高飞的, 毕竟, 怀一个孩子, 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够了。 他们同处一个屋檐下, 还有我婆婆打掩护, 这样的机会太多了。 我真想扇自己的耳光, 我果然就是个糊涂的东郭先生。 但是, 当我看到高飞的通话记录后, 我对丽姐和她的怀疑, 反而打消了。 这几年来, 高飞都有一些异常频繁的通话记录, 并且不适合同一个人, 但是我确定, 对方不是丽姐。 那么, 丽姐肚子里的肿, 又成了悬案了。 而最让我震惊的事情是, 在我妈出车祸前, 监控拍到那个经常给我妈送鲜奶的男人, 总是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也总是在故意躲避监控。 想了一会儿, 我才想到, 那个男人正是我在医院看到的那个, 和丽姐鬼鬼祟祟的男人。 更诡异的是, 在我妈出车祸后, 那个男人就消失了, 换了别的送奶供。 难道是丽姐, 或者是婆婆知识丽姐找人这么做的? 与人合谋, 企图杀了我妈, 再除掉我的孩子, 甚至连我也要处理了。 难道, 我妈每晚必喝的鲜奶中, 早就被人参加了不好的东西? 而破坏她车子的人, 大概也是这个男人吧?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帮草菅人命的畜生。 我把那些资料存进银行的保险柜里, 并买了几个微型监控器, 一个放在客厅的花瓶里面, 一个放进我爸的车子里, 其他几个放进大家的卧室里。 没想到, 当天晚上, 我被噩梦惊醒后, 恰好看到高飞的手机闪了一下。 我悄悄拿起来, 正好看到一条微信弹了出来。 菲菲, 人家好想你呀, 好期待你的子弹, 在我体内炸开, 爱你那么大。 我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回想起来, 自从我怀孕后, 为了孩子着想, 我们已经几个月都没有防止了。 流产后, 我下体一直有瘀血, 自然也没有亲热过。 原来, 一个男人, 竟然这么禁不住这点屁事的诱惑, 一点空档都不肯留下。 连想起小白收集到的高飞的通话记录, 我的心凉透了。 原来, 在很早以前, 她的心和她的身体, 早就对我不忠了。 好, 既然如此, 我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维持这段原本就不堪的婚姻了。 只是, 想到高飞和他妈, 以及丽姐对我的欺骗和利用, 我实在不能咽下这口恶气。 而且, 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即使我提出离婚, 高飞和他妈必定要想尽办法, 像马虹一样, 咬我一口, 分一杯羹。 既然你们不仁, 就不要怪我不义了。 第二天, 我特意拿出我妈之前给我的人参, 买了乌鸡, 亲自炖了人参乌鸡汤, 说这阵子婆婆照顾我辛苦了, 让她好好补一补。 婆婆喝着可口的汤, 阴阳怪气地说, 还算你有良心。 丽姐馋得很, 还要给自己盛一大碗, 我提醒她说, 这个汤非常补, 怕她承受不住。 无知的女人, 以为我是看不起她, 故意盛了一大碗, 连饭都不吃了, 足足喝了两大碗。 果然, 明睡前, 丽姐就吵着肚子痛了, 她上厕所一看, 还出血了。 婆婆和丽姐吓得脸都白了, 致使我开车送她们去最近的医院。 在车上, 婆婆恶狠狠地说, 婷婷, 丽丽肚子里的孩子若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要你好看。 我冷笑, 和我有什么关系? 丽姐一边呻吟, 一边跟着说, 还不是因为我喝了你做的汤。 我反问, 我让你喝的? 是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到了医院, 看了医生, 医生开了保胎药, 说虽然见红了, 但应该不会流产。 婆婆留下陪丽姐, 我一个人开车回家了。 我已经知道了, 婆婆相当宝贝丽姐肚子里的孩子, 这非常不正常。 我决定打草惊蛇, 第二天下午, 丽姐和婆婆回到家的时候, 看到我已经将丽姐的行李都打包好了, 很是吃惊。 婆婆问我, 婷婷,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 丽姐肚子里的孩子太宝贝了, 我这个小妙可装不下她那尊大佛, 她要是再出点什么事, 我可担当不起。 婆婆和丽姐开始哭闹, 我不为所动。 气急败坏的婆婆打电话, 让高飞快速回来。 回家后, 高飞了解了一切, 也劝我让丽姐留下。 我对高飞和婆婆说, 如果丽姐还留在家里, 我整天会提心吊胆, 肯定会影响身体和心情, 到时候我怀不上孩子, 可不要说三道四。 高飞和婆婆闭嘴了, 他们三人走进房间, 关起门来, 嘀咕了半天。 最后, 婆婆同意丽姐离开, 但是我必须拿出五万块钱, 安顿好丽姐。 我笑了, 啥意思? 她又不是我亲人, 她肚子里的孩子又不是我老公的, 凭什么让我出钱, 想要我出钱也行, 你们说个一二三出来。 见我不为所动, 最后高飞咬咬牙, 给丽姐转了两万块钱。 丽姐恳求我, 婷婷, 让我明天再走行吗? 天已经晚了, 我还要收拾收拾。 婆婆和高飞也跟着说好话, 若是以前, 我肯定轻易就同意了, 可是现在, 想都别想了。 我打开门, 将丽姐的行李扔了出去。 这是我的家, 我不想让谁住, 就不让谁住。 婆婆和丽姐瞪着我, 走了, 高飞开车送她们去酒店。 是的, 婆婆也简单收拾了一下, 和丽姐一起走了, 她要跟丽姐过去, 亲自照顾她。 这个老太太, 对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 可没有这么上心过。 我想, 丽姐怀孕后, 之所以不肯搬出去, 一是为了占我的便宜, 二是为了方便对我和我妈下手吧。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 感觉好久都没有这么清静了。 这时, 小白的电话来了, 她告诉我说, 发现异常。 接着, 小白在微信里, 给我发来了一段偷拍的视频。 我看到丽姐, 我看到丽姐到了我妈名下的一套房子的小区, 下车后, 她一头扑进我爸的怀里, 矫情地哭了起来。 而我的老公高飞和婆婆, 则站在一边, 说着什么, 原来, 她们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或者, 这一切, 就是她们三人一起设计的局, 让丽姐怀上我爸的孩子, 好图抹我家的财产。 那么, 我妈的车祸和我的流产, 都是她们一起设计的。 原来, 我爸身上那根咖啡色的长发, 就是丽姐的, 我竟然完全没想到呀。 我爸真行, 硬是先和小三亲密接触了, 再想着去医院, 看差点死掉的原配妻子。 我恨得真想飞过去, 掐死他们, 这帮王八蛋。 怪不得, 我爸对我妈的车祸, 和我的流产不上心呢, 原来她的第二春, 早就开花结果了。 原来我爸, 一直对我妈没有为她生下儿子, 而耿耿于怀呢, 一切都明白了。 我想我妈在车祸前, 肯定已经发现了什么。 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我的血液不停地向头上涌, 我感觉我要炸了。 这帮畜生, 我要好好地陪他们玩一玩, 送他们去该去的地方待着。 在我妈的病房里, 我看着依然没有苏醒的我妈, 我轻轻地握着她的手, 说, 妈, 你放心, 亏欠咱们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等到我处理了这帮人渣, 你可一定要醒过来啊。 我还特意交代张大姐, 如果是我爸或者其他人去探望我妈, 务必叮紧点, 千万不要让他们单独和我妈相处。 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的张大姐, 马上就明白了, 她什么也没有问。 回到我爸妈的家里, 在我妈的房间里, 那个上了锁的抽屉里, 我找到了我妈在车祸前, 就写好的离婚协议。 自然, 那个锁, 是我趁我爸不在时, 找开锁公司的师傅打开的。 果然, 我那心高气傲的女强人老妈, 怎么会被自以为是的我爸欺骗? 拿着那张离婚协议, 我知道该处理眼前的困局了。 我的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上班去了。 我工作的劲头更大了, 因为我知道, 工作带给女人的价值和意义, 这一点, 丽姐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吧。 两天后, 丽姐过去的一个相好, 叫做王华的, 因为赌博欠了一屁股债务, 逃到了这里, 她偶然地, 在街头看到已经很有韵味的丽姐, 穿戴得像个贵妇似的, 在她身边走过。 于是, 她一把抓住了她, 并在大街上问丽姐要钱, 还要让她收留她。 丽姐急于脱身, 值得当面给她转了五千块钱, 匆忙离开了。 她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终于找到一个摇钱树的赌徒, 怎么会舍得放过她。 自然, 这个王华, 也是我安排小白找来的, 这只是我送给丽姐的第一个典型。 王华惊得很, 拿到钱之后, 并没有马上就去享受, 而是悄悄地跟在丽姐后面, 摸清了她的底细。 当王华知道丽姐傍上了一个大款后, 再次堵住了她, 并且开口要十万, 还说, 如果她不肯给她, 她就马上找她傍上的男人, 告诉她, 自己养的女人是个什么货色, 丽姐只得答应了。 我看着小白发来的视频, 视频上, 丽姐和一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男人, 进了一家茶馆, 男人的手臂竟然还搂着丽姐的肩膀。 丽姐不但不排斥, 反而还一脸笑意, 这个男人正是丽姐的前夫。 我笑了, 好一出螳螂铺产, 黄雀在后。 我想, 这个前夫哥和丽姐的交易与打算, 肯定和丽姐跟高飞, 我婆婆不一样吧。 我看着视频, 冷冷地说, 小白, 剧情太慢了, 你再推他们一把吧。 在小白的设计下, 拿到钱的王华, 去了一家赌馆, 想要拼下运气。 结果, 自然可想而知。 王华虽然气得骂骂咧咧的, 但是很快就愁运消散了, 因为他有摇钱术。 这天晚上, 王华来到和丽姐约定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他怎么也没想到, 等待他的竟然是丽姐的前夫。 前夫哥抡起狼头, 对着王华一番锤打。 王华一边逃跑, 一边呼喊, 恰好这时遇到巡逻的警察。 自然, 巡逻的警察也是因为接到了群众的举报电话, 才马上赶过去的。 那个热心群众是小白客串的, 后来, 前夫哥由于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王华也因为敲诈勒索, 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由于前夫哥揽下了一切罪责, 丽姐相安无事。 不得不说, 丽姐对付男人真有一套。 我爸在得知这一切后, 气得高血压都犯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看上的女人, 竟然是这样的货色。 他更恨我婆婆, 早知丽姐的为人, 竟然瞒着她。 他那么有钱, 就算要找女人生儿子, 也不会那么随便, 也不是谁的肚子都能用的。 出了这档子事, 我爸也不肯再帮高飞拉关系提业务了。 至于丽姐, 我爸把她从之前的大房子里赶了出来, 随便租了个简单的房子, 雇了个保姆伺候她, 监控她, 她还说, 她再也不想看到高飞和我婆婆了。 婆婆无奈, 再次回到了我家里。 于是, 这对存了坏心眼的母子两个, 开始跪舔我了, 成天围着我转, 伺候我, 奉承我。 虽然看到他们这样的嘴脸, 我很恶心, 但是我更想让他们恶心自己。 我随便找了个老中医, 开了一些没有用处, 又苦又涩, 但没什么副作用的药, 交给婆婆, 就说, 这是我费尽心思找来的秘方, 难喝了, 可以一泡生子。 婆婆听了, 乐开了花, 赶紧哄着高飞喝开了。 高飞虽然不情愿, 但是看着我和婆婆期盼的眼神, 只得一碗接一碗地往肚子里灌。 至于我婆婆嘛, 我也学着历解矫情的模样, 不断地变着花样, 折腾她。 一会儿说想吃这, 一会儿说想喝那。 婆婆纵使再不愿意, 她也只得风风火火地忙碌起来。 有时候, 看着高飞和婆婆的小心翼翼的样子, 我会在心里冷冷地想, 我们原本可以成为最亲密的家人, 如果你们之前看得到我的好, 懂得用真心对待我, 可惜, 你们不配了。 成天被工作逼得焦头烂额的高飞, 不断地哀求我, 让我跟我爸说说情, 帮她跟过去合作过的老客户说说情, 让他们再延续合同。 不然, 她坐起来没多久的位置, 就可能保不住了。 我一口答应了, 高飞开心地抱起我, 亲了又亲。 这晚, 高飞非常热情, 想要主动现身, 但是我已不到排卵期, 好好保存精力拒绝了她,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以前, 不管我再累, 再不想, 也尽力满足她, 现在想来, 真可笑。 你对她真心的时候, 她不珍惜, 她觉得她再哄一哄你, 说几句甜言蜜语, 就能把人再哄回来了, 做梦。 我再次见到我爸的时候, 她的神情非常不自然, 好像在我面前, 她是赤裸裸的。 我爸说, 婷婷, 你要原谅爸爸, 我就是, 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 被莉莉那个人 尽可夫的烂女人, 骗上床, 真是为难她老人家了。 几十年来, 一直有脸有面的人, 竟然在女儿面前, 说出这样的话, 我真是可怜她。 只是, 你要知道, 爸爸无论如何, 还是需要一个儿子的, 你看, 爸妈辛苦打下的江山, 怎么可能交到高飞手里呢? 他毕竟是外人, 何况他的人品, 还有他妈。 我笑着问, 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丽姐, 和他肚里的孩子? 我已经不想再喊他爸了, 我叫不出来。 我爸叹息一声, 说, 无论怎么着, 他肚子里的孩子, 毕竟是你弟弟。 我苦笑, 看来, 我就不该来这趟。 不过,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问我爸, 那么多女人, 想要对你投怀送抱的, 你怎么就单单看上那个女人呢? 我爸叹了一口气, 才说, 是婆婆几次, 在和他面前提到过的, 说老家有一个媳妇, 跟老公一口气生了三个儿子, 还说算命的说过了, 这个女人的肚子是块筋地, 不管跟哪个男人, 都只会生儿子。 听了几次后, 我爸就动了心, 恰好我怀孕了, 婆婆就把丽姐带过来了。 那天, 婆婆和丽姐在外面逛街时, 恰好遇到我爸, 当时, 我爸一眼就相中了那个风情万种的女人。 你妈这个人呀, 一辈子太古板了, 实在不像个小女人, 她哪里知道, 男人心里爱的, 就是小鸟依人的小女人, 直到此时, 我爸仍在为自己辩解。 我笑着说, 爸, 既然你已经不爱我妈了, 那就离婚吧, 毕竟,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 说完, 我将我妈早就签了名的离婚协议, 放在她面前。 我爸怎么都没想到, 我竟然如此开明大意, 她更没想到, 我妈早就洞察了一切。 我爸扫了一遍离婚协议, 不痛快地说, 你妈真狠, 悄悄地就把离婚协议写好了, 而且离婚协议条款, 对我不太公正。 我笑了, 爸, 这才哪儿到哪儿呀, 我要你再签一个补充条款, 我要你把你名下的两套房子, 还有五百万, 作为对我的补偿, 从此以后, 你的财产, 我再也不要一分钱。 我爸看了我半天, 才说, 婷婷, 你这是打算和我断绝关系吗? 那倒不是, 我只是觉得你都没开二度了, 以后, 等你有了新的家庭, 估计就不会想到我了吧, 我只是, 给你老人家一个补偿我的机会, 你考虑一下吧。 我爸想了一会儿, 咬着牙, 签了字, 我长出一口气, 爸, 那你和我妈, 就尽快办理离婚事宜吧, 另外, 祝你幸福。 我再也受不了, 这个和我有血缘关系的男人, 起身, 毫不留恋地向外走。 婷婷, 你放心, 如果高飞那个王八蛋敢欺负你, 我肯定不会让他好过。 我爸看着我, 大声说, 我没有回头, 说, 如果真是那样, 我自己会处理的, 不敢打扰你老人家。 人呀, 不到失去的时候, 永远不知道自己手里握着的, 对他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爸妈离婚后, 我马上给我妈换了一家私人医院, 安排了VIP病房和最好的护工。 安排好这一切, 我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我找黑客, 把高飞出轨的证据, 发到了他们公司的工作群里, 包括他和不同女人撩骚的截图, 他开房的记录等等。 自然, 不过半天, 高飞就在他们公司射死了。 他不但被要求停止一切工作, 公司领导还找他谈话, 希望他主动辞职。 高飞无奈, 值得在众人嘲笑的目光里, 灰溜溜地伴着他的个人物品, 回家了。 等我婆婆得知高飞失业的原因后, 她气得扇了他几个耳光。 我坐在公司的办公室里, 看着手机上的监控视频, 看着我彪悍的婆婆对她儿子又打又骂。 我婆婆哭着说,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你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屁股, 你知道有多少男人在这点屁事上翻船吗? 你就算是管不住自己, 你就不能坐得隐蔽一点。 高飞捂着被打痛的脸, 无力地辩解说, 妈,你也知道的, 婷婷是那样的女人, 像她妈一样不解风情, 没有一点小女人的样子, 我跟她在一起那么多年, 真的,从来就没有满足过, 我和她亲热的时候, 总觉得被她压抑着, 很不痛快。 我差点要为她鼓掌了, 是谁在每次亲热完之后, 都像挑死鱼似的, 恋恋不舍地挂在我身上, 原来她一直在假装享受呀, 她演技真好, 真是清新脱俗的出轨理由, 我给她点赞。 也是高飞这几年由于我爸帮她的原因, 在公司里升迁顺利, 招了不少人的嫉妒, 再加上她情商不高, 还抠门, 得罪了不少同事。 中午的时候, 高飞的出轨证据, 就被一直对她怀恨在心的同事, 发到了网上, 很快就上了头条。 于是, 高飞的骚言骚语, 立即火爆了。 自然, 她在整个行业, 射死了。 从此以后, 她在她的老板行里, 再也没有出头之日, 更有可能, 换的行业也不行, 毕竟, 互联网的记忆和传播功能, 实在过于强大。 而且, 高飞十多年来, 一直像花蝴蝶似的, 不断地出轨, 还在妻子孕妻内出轨。 这样的人品, 没有几个大公司敢要她, 除非, 她换了城市, 一切从头开始。 我回到家以后, 婆婆已经做好了香喷喷的饭菜, 高飞也巴结地给我端茶倒水。 我冷着脸, 把手机丢到饭桌上, 上面正显示着高飞出轨的壮举。 高飞立即就给我跪下了, 她一边哭着骂自己一时糊涂, 一边抽自己的嘴巴。 婆婆也在一边跟着骂她, 但是她说的更多的, 自然是让我原谅她儿子。 我该吃吃该喝喝, 全然无视他们母子两人的戏码。 这天晚上, 我搬到了客房睡觉, 并反锁上了门。 很快, 我们小区的人也都认出了出轨的高飞, 他们母子两人连门都不敢出了。 我享受着他们母子的跪舔, 仍然不肯松口。 半个月后, 高飞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之前的雄心斗志, 而我婆婆也不再像之前那么生气凌人。 我已经解气了, 正打算提出离婚的时候, 结果却在监控里听到 他们母子两人的密谋。 婆婆说, 一定要让我尽快再次怀孕, 把我拴住。 飞飞, 你听我的没错, 婷婷虽然脾气不好, 可是个心软的人, 只要到时候她怀孕了, 就会把整个心都交给这个家, 到时候, 她的一切还不是咱们的。 何况, 等到莉莉和她爸也结婚, 莉莉给她爸爸吹吹枕边风, 过几年她爸老了, 他们家的整个公司, 还不是要交给你。 高飞无奈地叹气, 妈, 我是这么想的呀, 可是这一阵子, 她都和我冷战, 不让我碰她呀。 婆婆阴森森地笑了, 傻儿子, 那还不容易。 今天晚上, 我把买来的安眠药办到她的州里, 她就是再不情愿, 也由不得她了。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对母子, 为了达到目的, 真是不择手段呀。 我决定这阵子, 就住在公司附近的酒店, 不再回家了, 等到我惩治了他们母子, 就提出离婚。 而且, 我决定了, 我也要狠独一把,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为了稳住高飞和婆婆, 我特意给高飞发了个消息, 告诉她说, 公司临时安排, 我这几天出差。 三天后, 我终于回家了, 在回家前, 我特意联系了小白, 跟她说, 如果在监控里, 看到我老公和婆婆意图不轨, 立刻报警。 高飞和婆婆的跪舔让我恶心, 看着饭桌上美味的饭菜, 回想起他们母子的baby, 我只觉得反胃。 高飞和婆婆百般讨好我, 又是给我倒水, 又是给我按摩。 过了一会儿, 我对高飞说, 想要我原谅她, 不是不可以, 就看她愿意不愿意了。 高飞立即两眼冒光, 开心地说, 只要老婆肯原谅我, 一千个一万个要求, 我都愿意。 我笑着说, 很简单呀, 我要你表示你的真心。 婆婆也在一边问我, 婷婷, 只要你肯和飞飞好好的, 我们怎么都愿意。 于是, 我说了我的想法, 我要高飞从心开始追求我, 而且, 我要看到她的真心有多重。 如果她让我满意了, 那我就原谅她, 既往不救, 也会跟我爸说, 让高飞去她公司做管理工作。 但是, 我的条件是, 高飞现在必须跟我离婚。 起初, 高飞和婆婆怎么都不同意, 我说, 全国人民都知道高飞出轨了, 所以我随时可以提出离婚申请。 此外, 房子和车子都是婚前财产, 以及家里的家具电器, 全是我妈值班的。 所以, 不管高飞同不同意, 只要我提出离婚, 她都必须尽身出户。 当然, 她手中的钱, 仍然是她的, 我也不稀罕。 最后, 母子两人商量了半天, 说必须先让高飞在我爸公司工作, 并且让我爸给她公司10%的股份, 她才同意离婚。 另外, 还附加一个条件, 我在离婚一年内, 不能和别人谈恋爱, 否则, 我要支付高飞50万的精神损失费。 我毫不犹豫, 打下了欠高飞50万的字据。 我爸虽然扎, 但到底帮了我, 很快给高飞安排了一个管理工作, 还把股份也给了她。 我爸问我, 婷婷, 你在密谋什么呢? 我笑着说, 很快, 你就知道了。 而我和高飞, 也很快离了婚。 离婚后, 我马上卖掉了婚房, 另外买了一套私利性更好的高档小区, 为的就是, 不让高飞经常骚扰我。 离婚后, 高飞展示了死缠烂打的不要脸精神, 不停地往我公司, 给我送花, 送饭。 而且, 还在下班后, 经常对我围追堵截。 我对她不冷不热的, 让她觉得自己还有希望, 但是却不是那么容易了。 自然, 高飞在我爸公司里, 也干得很卖力, 毕竟, 在她看来, 这家公司, 早晚会是她的。 而我婆婆呢, 跟着高飞住在出租屋里, 除了抱怨生活条件不如以前之外, 就是骂我, 还窜夺着高飞说, 等到再把我追到手, 一定要让我好看。 两个月后, 我觉得高飞的耐心快要磨完了, 就特意约了她一下。 在一家咖啡厅里, 我故意羡慕地看着窗外, 大街上亲密的情侣们, 酸溜溜地说, 老公, 以前我们两个多好呀。 高飞一把抓住我的手, 问, 婷婷, 你叫我什么? 刚才你叫我老公了, 我就知道,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我赶紧抽回手, 无奈地说, 我已经被你伤害过一次了, 我不敢再轻易向前走一步, 何况, 你现在, 除了会说话哄我之外, 也没有一点看得见的资产。 我爸说了, 再过两年就把公司交给我打理, 你说你一穷二白的, 我怎么放心再和你在一起? 高飞的眼睛闪着光, 再次抓住了我的心。 婷婷, 我们这次结婚, 由我来买婚房, 好不好? 真的吗? 我假装开心地笑了起来, 高飞重重地点头。 于是我假装和高飞和好了, 亲亲, 抱抱, 拉手, 看电影, 一起吃饭, 看房子, 除了没有最后一步, 其他该有的都有了。 一次吃饭的时候, 我趁着高飞上厕所, 偷看了他的手机, 他开心地跟他妈说, 他又把我拿下了, 今晚就打算说服我。 饭后, 我们又去看了两家楼盘, 最后, 我跟高飞说, 我看中了某个正在开发的楼盘, 瘦楼小姐的三寸不烂之舌, 加上我的推波助澜, 高飞当天就签了合同, 交了订金。 很快, 高飞就交了首付, 办了贷款手续。 这下, 高飞和他妈又开始催促我先结婚了。 我说, 我还没有享受好高飞的追求, 我要等到高飞买的新房, 装修好了以后, 再嫁。 于是, 高飞和他妈就开始盼星星, 盼月亮的, 希望新房快点交付。 但是,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买到新房后没多久, 那个楼盘就停工了, 开发商的老板卷款跑了。 像很多买了那个烂尾楼的业主一样, 高飞也傻眼了。 而更让他崩溃的是, 这时候, 我爸的公司被人举报偷税漏税, 公司账户被冻结了, 发不出工资了, 他的贷款也还不了了。 我爸这时候, 想到我了, 他希望我拿出之前他给我的钱, 让公司暂时渡过难关。 我拒绝了他, 不得已, 我爸指的低价, 卖了一套房子, 先发了员工一部分工资, 稳定军薪。 可是, 远水不解尽渴, 我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发狠地说, 等到他知道是哪个兔崽子举报了他, 他肯定饶不了它。 他大概想不到, 那个兔崽子是我。 那次, 我在我妈的抽屉里, 就发现了我妈收集的很多不利于我爸的证据, 包括财务资料。 我想, 如果我妈好好的, 她可能未必会这么做, 但是, 我要替我妈讨回一个公道。 正在这时, 公司的网管, 在高飞的电脑里, 发现了他私藏的一些公司机密, 包括一些绝密的财务信息。 不管高飞怎么解释, 我爸都认定是他出卖了公司, 当即把他炒了。 随后, 我爸处置了一些固定资产, 交了罚金, 公司这才正常运转, 但是公司已经大不如前了。 高飞呢, 为了还房贷, 每天马不停蹄地应聘, 面试。 可惜, 他那张脸实在太过招摇, 很多面试官看了之后, 一笑而过就打发了他。 他可能还不知道, 这里面, 自然还有我和我爸的推波助澜。 只要他还在这个城市, 我爸和我就不会让他过得太痛快。 一个多月的连续打击, 让高飞失去了活力, 他不敢再出去找工作了, 而他妈的唠叨也让他烦躁。 最后, 万般无奈的高飞, 找到了我, 希望我帮他一把, 我拒绝了。 我看着他一脸丧样, 心里并没有多快乐, 这个不值得的男人, 不值得我爱, 也不值得我恨了。 那天, 在一家饭店里, 高飞狼吞虎咽了一餐午饭后, 当着众人的面, 给我下跪了, 他说他实在没办法了, 余气不还贷款, 他的房子就会被银行收走的。 高飞, 这样吧, 我给你五十万, 你把房子公正给我吧, 毕竟我们会复婚的, 我承诺。 我握住他的手, 笑着说, 高飞吃惊地看着我, 他怎么也想不到我会这样说。 他趴在饭桌上, 哭了好一会儿, 才一脸泪水地看着我, 点头同意了。 走出公正处, 高飞看着账户上的五十万, 他冷冷地看着我说, 婷婷, 你不会再嫁给我了吧。 我撕了当初写给高飞的欠条, 笑而不打。 高飞恨恨地对我说,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后悔的。 曾经过惯了好日子的高飞, 怎么可能会单于平淡, 他沾上了赌博, 想要翻盘。 我找了人, 设计他。 很快, 高飞的五十万就打水漂。 不过, 我为此, 支付了那帮人二十万的好处费。 我觉得值, 因为我几乎白白地得到了一套房子。 我得到了消息, 那套房子的开发商资金链断了, 老板要跑。 但是, 那个地段好, 开发商跑了不要紧, 政府会想办法, 让那个楼盘再次热起来。 自然, 那个楼盘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大涨, 甚至是疯涨。 早就疯了的高飞, 哪里敢罢休。 他到我公司找我, 被保安赶了出来。 不甘心的高飞, 拉住一个他认识的人, 让他喊我下来。 那个男人把他推开了, 神经病呀, 前夫哥, 你前妻前一阵子, 已经辞职了。 这就是那个火出圈的前夫哥呀。 他以前不是很帅很骚吗, 现在怎么成乞丐了。 听着众人的议论纷纷, 高飞不管不顾的, 在地上打滚哭喊, 像个疯子一样。 高飞精神失常了, 彻底失去了在城市谋生的可能。 同时, 前婆婆为了防止高飞再去赌博, 将她带回了老家, 成天看着她。 这时候, 丽姐的孩子, 终于在众人的期待中, 出生了。 我爸开心得要疯了, 在丽姐的甜言蜜语下, 在儿子的哭泣声中, 我爸大手一挥, 给丽姐买了一套房子。 然而, 这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大家都发现这孩子不正常, 没有一般孩子的灵活和可爱。 果然, 在医院一检查, 这孩子是先天性脑瘫, 我爸愁死了, 一夜白头。 但是, 怎么办呢? 谁叫是自己盼星星, 盼月亮盼来的儿子呢? 于是我爸咬着牙, 可劲儿砸钱给孩子看病。 半年过去了, 我爸花了不少钱财, 花在这娘俩身上。 这时, 我爸的公司, 被别的公司挖走了一批老客户。 那些挖走他客户的, 也正是我, 这是我送给我爸的又一份大礼。 一个连结发妻子都毫不联系 抛弃的男人, 他对合作伙伴的忠诚, 又怎么靠谱呢? 那份老客户的资料信息, 自然也是我妈早就准备好的, 我不过是执行者罢了。 我爸一下子, 老了十岁。 然而, 这还不算完, 一天, 我爸看到他宝贝儿子的血型报告单上, 明明白白地写着, B型。 他当下就懵了, 因为我爸是A型血, B姐是O型血, 他们两个, 怎么可能会生出一个B型血的孩子? 我爸果然还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他悄悄地拿着自己, 和他宝贝儿子的血液, 头发样本, 偷偷地拿到室里的检测中心。 在忐忑中, 我爸拿到了鉴定结果, 他果然成了接盘侠。 他把签订结果砸到B姐脸上, 对她又打又骂。 发泄了一通后, 我爸把B姐和她儿子赶走了, 可惜, 他白白蒙受了欺骗和大笔的财产损失。 当天, 我拿着我爸的一张体检表, 甩到她的老脸上。 我爸看啊, 像那孩子似的, 大声哭了。 那个单子上面, 清楚地写着, 他由于车祸, 导致高丸受损, 不遇。 那还是我在上小学时, 我爸一次车祸的报告单子, 多年来, 一直被我妈小心翼翼地收藏着, 不敢让她看到。 这也是为什么, 这么多年, 为啥我妈一直没有生二胎的原因? 她把一切责任, 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默默地承受着丈夫的质疑和不忠。 我真糊涂呀, 我爸一边哭, 一边扇自己的脸。 丽姐带着孩子, 回到了乡下, 找到了高飞母子在乡下的破旧老家, 并把孩子丢给了他们。 在临走前, 她将一张亲子鉴订单, 丢给我钱婆婆, 说她在和我爸发生关系后, 担心她年龄太大, 金子质量不行, 所以趁着那碗高飞喝醉了, 而我又不在家的好机会, 偷偷地和高飞发生了关系。 既然确定了孩子不是我爸的, 那就肯定是高飞的。 钱婆婆听了, 一边哭, 一边狠狠地抽自己的耳光, 造孽呀, 我让你自作聪明, 你是聪明反被聪明物呀。 照顾了几天那个傻傻呆呆的孩子, 高飞母子就受不了了。 特别是高飞, 一看到那个孩子, 竟然是自己和人尽可夫的理解的, 就忍不住虐待他。 于是, 他们母子在一个夜晚, 将那个孩子丢到了一个偏僻的水沟里。 谁知很快, 孩子的味道就引来了流浪狗, 他们撕咬着孩子。 孩子的哭声, 刚好被一个过路人听到, 那个人打跑了流浪狗, 报了警。 没用多久, 警察就从沿途的监控, 和附近人的走访调查中, 找到了高飞和他妈。 他们母子以虐待和遗弃罪, 被逮捕, 并分别被判处三年和五年有期徒刑。 然而, 让高飞母子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根据化验结果, 那个孩子并不是高飞的。 天哪, 天杀的莉莉啊, 你可真是个祸害啊, 我当初生下你的时候, 怎么就没有掐死你这个狐狸精呢。 钱婆婆听到这个结果, 顿时就瘫倒在地上了。 直到此时, 高飞才知道, 原来莉姐竟然是她妈未婚时生的孩子, 一直被远房的亲戚收养, 但那家人却把莉莉当成奴婢和摇钱树, 所以她妈一直想要弥补她。 不过, 事到如今, 钱婆婆还没有想明白, 如果不是她贪心, 想要让儿子和女儿同时进入我家, 完全霸占我父母辛苦创造的财富, 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找不到莉莉, 谁也不知道, 那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也许是她前夫的, 毕竟那个男人愿意替她顶罪, 但是谁知道呢, 而且那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那个可怜的孩子没过几天就离世了, 也许无辜的她原本就不属于这个充满了欲望和贪婪的人时间。 我爸呢, 他彻底灰心, 再也无力奋斗了, 就把公司低价转手给了别人。 尽管我爸苦苦道歉和挽留, 但我还是带着我妈, 离开了这让人伤心的地方, 来到了美丽的春城昆宁, 那里, 是我妈多年来, 一直想要定居的地方。 我买了一家客栈, 带着我妈定居下来, 每天, 看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 听着他们的故事, 看着庭苑内外的繁花, 连呼吸都是清新的。 一天, 躺在靠椅上晒太阳的我妈, 终于睁开了眼睛, 她看了看四周, 才找到了我。 轻声说, 婷婷, 我好像做了个很长很长的梦。 我笑出了眼泪, 妈, 你终于醒了, 我好想你。 我想, 在这个浪漫的城市, 终有一天, 我也会再度迎来我的心声和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